嗨嗨 雞媽 小豬吃糖果 我們從70關開始 嗯 先這樣 然後讓你個炸彈 香芋 然後 巨子嗎 巨子把大糖果切割成小糖果 其實過了 所以150關應該大概我覺得 再 再 再幾集吧 我不知道 呵呵呵 數學吧 好 你看哦 45到69 所以 一集大概可以入45關 所以150分鐘很很快 3 55 大概十幾吧 好 讓 欸 卡住 跟我想的不一樣 欸 那如果黑白糖果 沒辦法 對 哦 小豬也不吃黑白糖果 哦 這一關 有點難度哦 是要算那個時間差 把它當封面 應該是 這樣 哦 它不吃黑白糖果 哦 所以這一關要兩隻手 我知道了 這一關要先 先 先這樣 先這樣 這樣 然後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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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那個順序很重要哦 這關有難度 然後速度 然後速度要快一點 我們家旁邊垃圾車來 好 結束 好 結束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所以小豬也不吃黑白糖果 好 把那個差效的 有那個 時間差 所以 並不是你馬上把 他馬上就會 掉 然後他會有一個 一個 時間 動畫時間 好這樣子 這樣子 啊小豬不可以碰到 腐蝕記 不碰到腐蝕記很難耶 看一下喔 像這樣讓腐蝕記留掉 好沒問題 下一關 大糖果變小糖果 變彩色之後給小豬吃 這個也沒什麼難度 剛才那關比較難 72關真的比較難 好這樣子 這樣子再 再這樣子 而且你也不用所有彩色糖果去 把黑白糖果染 彩色 因為它只要有一顆就可以 只要有一顆就可以把所有的黑白糖果變成彩色 就像病毒一樣 剛剛那個大顆 變成四顆小顆 好 81 不知道可不可以到90 如果可以破90看可不可以到100 先這樣 這樣 這樣 好 好 哈汁糖果 這小豬一定會注意 牙只剩兩顆 喔 冰塊耶 所以這樣子 欸 小豬可以吃 吃到冰塊嗎 反正要把冰塊卡住好了 到時候小豬吃到冰塊又不開心 這太過分了 挑十足 挑十足 OK的 下一關 下一關 先讓兩顆炸彈相遇 然後這樣子 把黑白變彩色 OK 它動畫時間好久 就是關卡之後的這個動畫時間 這沒什麼難度吧 就這樣啊 你們要自己玩玩看喔 才會知道說 到底哪邊很難哪邊不難 然後去想一下 所以這樣子 是 啊啊我的糖果 完了完了完了 小豬不開心了 熱車好吵喔 先這樣 只要糖果不碰到炸彈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 欸 欸 喔沒事 所以你那個插銷拔的那個順序 也會影響到它 掉落的那個順序 因為剛才微微拔下來之後 它要幹嘛 這樣子嗎 九十 九十 好 下一關 希望三顆炸彈相遇 啊 炸到糖果 不相遇 不相遇 也是可以的啦 所以沒有玩的很死 就是一定要讓炸彈炸掉 因為只要 可以卡住炸彈 也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好 就要 就要像卡住這個浮蝕劑一樣 這個應該就是 啊 哈哈哈哈 超會大耳 這樣 就這樣 好 到九十四關 下個禮拜過年囉 愛你們囉